针对中国从4号到7号要在台湾周边六处海域展开实弹操演 位在基隆北方的重要经济渔场 北方三岛也在演训的范围之内 就怕出海的渔民没有收到讯息 渔业电台每个小时也透过了广播通知渔民海域会有军事演训 要渔民特别注意自身安全 中国东部将在台岛周边展开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请放心随意的船台远离射击区 透过广播通知渔民中共要在台湾海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 要大家出海远离射击区 渔民无奈又紧张生计受影响 会担心不是没原因 约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台 中共宣布要在台湾六处海域 从4号开始一连三天实弹军演 延迅区域涵盖基隆北方三岛 由于这里是北部重要渔场 目前刚好是透抽产季 就怕渔民出海不知道有演习 渔业电台透过广播 每小时通知渔民真的要注意 比方生产这个渔场 一年四季都有重要的渔获生产 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通知他们 让他们得到这个信息 让他们注意有这个惊艳的事情 台湾局势升温可能连带牵动渔民生计 目前渔会启动相关措施 通知渔民闪避注意安全 接着蔡正俊报道